八正神明论篇第26 八正,指天地八方之正为天之八正为日月星辰,地之八正为四十四方 本篇介绍了四十八正之气,对人体气血胜率的影响 从而指出,真次时必须结合四十八正之气的变化 从三不久后引出上功就其萌芽 及早诊断、早治疗的思想,并要求诊断时要把望、闻、闻 且四诊结合阴阳四十虚实来加以分析,并要掌握行神的病症 皇帝问道,真次技术必然有它的一定法则 究竟有怎样的方法和准则呢? 齐伯回答说,这要取法于天地阴阳,还要结合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 皇帝说,愿意听你详细地讲一下 齐伯说,真次之法,必须观察日月星辰四十八正之气 根据气候运用真次方法 所以说,气候温和、日光明亮、人体的血液流行滑润、气浮雨表 血容易泻,气容易行 气候寒冷、日光阴逸 人体的血液之色不畅,而胃气一沉雨里 月亮出生之时,人体气血随之而生 胃气意随之畅行 月亮正圆的时候,人体气血充实、肌肉坚实 月黑无光的时候,人体肌肉受减 经落空虚,胃气意随月而衰减,形体独居 所以要随天时变化而调血气 天寒冷时,不要真次 天温暖时,不要迟疑 月亮出生时,不用泄法 月亮正圆的时候,不用补法 月黑无光时,停止治疗 这就是所说的根据天时的变化而调制 天体运行有一定规律 月光有盈亏之时,观察日影的长短 可以定48正之气 所以说,月亮出生时用泄法,就会使脏气虚弱 月正圆时用补法,就会使血气充溢 经脉中血液流止,这叫做中时 月黑无光时治疗 就会扰乱经气,这叫做乱经 这些都使阴阳相挫 真气和邪气不分,会使邪气沉浮,就流不去 致使落脉空虚,胃气不足,并邪就承虚而入 皇帝说,星辰八正可以观察些什么呢? 喜博曰 查验星辰的方位,可以测定日月巡行的度数 查验八截长期的交替,可以测出八风的并些什么时候来 直到四时,就可以分别春夏秋冬正常气候的所在,按时序来调养 八方不正之气,要避之而不受其迁袭 如果人体虚弱,再加上自然界虚邪贼风的迁袭 两须凑在一起,邪气可侵犯筋骨,甚则伤害人体的五脏 医生如果懂得气候变化的规律,就能及时挽救 不至于受到严重的伤害 所以说,天时的遗迹,不可不知 皇帝说,讲得好 关于取法于星辰的道理,我已经知道了 愿意听听你讲讲该如何效法前人 喜博说,要效法前人,必要懂得真经 要想把古人的经验见效于现在,必须知道日之寒温 月之圣衰,四时气候之浮沉,而用以调治于患者 就会看到它确实有效 所谓关于明明,就是说血气溶胃的变化虽不显形于外 而医生却能懂得 这是根据日之寒温,月之圣衰,四时气候之浮沉等综合起来考察的结果 因此,医生在疾病上未显露于外时常能遇见病情 叫做关于明明 能够用这种方法,通达各种视力,就可以流传于后世 这就是医生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 因为疾病不显形于外,所以一般人都看不见 看不到形迹,尝不出味道,所以叫做明明 好似神灵一样的四有四无 虚邪,就是八方虚邪贼风之气 正邪,就是身体用力劳累汗出 凑理开泄,而遭受虚风清洗 正邪伤人轻微,所以一般没有明显的感觉 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见 高明的医生,知道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时 在三不久后之脉不调和而尚未败坏的时候 就给予及早的治疗 故为高明的医生 技术一般的医生,只有在疾病已形成或已经败坏时才进行治疗 只能就置于疾病于已形成之时 因为他不知道三不久后之脉的相得相失 所以才使疾病拖延败坏 能知道疾病发生的部位,就能诊查三不久后的病脉表现 而予以及时治疗 所以说掌握三不久后,就好像看守门户一样的重要 虽然表面尚未见到病情 而医生就已经知道病邪的形迹了 皇帝说,我听说针法有不有谢,但不懂它的意义 齐伯说,谢法必须掌握一个方字 所谓方,就是患者之气方圣 月亮正圆,天气正在温和 身体正安定之时,施行谢法 方法是要在患者吸气的时候进针 等到在吸气时进行碾针 再等到患者正呼气时慢慢地拔出针来 所以说,谢法必须掌握一个方 才能使邪气卸去而正气运行 无法必须掌握一个圆字 所谓圆,就是行的意思 行,就是导引其气已知病锁 要求针次时必须达到融分 还要在患者吸气时出针 所说的圆与方,并不是指针的形状 善于养神的人,必须明白形体的肥瘦 因为气血的胜衰 因为血气是人之神器寄存之处 必须谨慎地调养 皇帝说 你所讲的内容妙极了 把人的形体与阴阳四十结合起来 虚实的感应,无形的病况 若不是先生你 还有谁还能讲得清呢? 你多次谈到行与神 什么是行呢? 什么是神呢? 请你详尽地讲一下 习伯说 请允许我先讲行 所谓行,是反应于外的真相 这只能从外看见其概况 其细微的东西就不易觉察到 但只要问明有什么痛苦 再诊查于经脉 则病情就清楚地摆在面前 要是寻知而不可得 那么便不容易知道他的病情了 所以叫做行 皇帝说 什么叫神呢? 习伯说 所谓神,就是耳朵虽没有听到 但一见就会明了他的变化 独自明白并领悟其中的道理 巧妙不可以言传 就好像大家都在看 而唯有我能见 如在黑暗之中 大家都看不见 而我却明明白白 好像风吹云散 所以叫做神 林郑时 如能以三不九后为根本 就不必拘泥九珍的理论了 相关知识链接 月亮盈缺与人体气血胜衰 本篇具体描述了月亮的阴晴圆缺 对人体气血胜衰的影响 这也从一方面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思想 我们知道 月亮的阴晴圆缺能影响海水潮涨潮落 形成一定的规律 气血在人体内流动 也能顺应月亮的变化而变化 当月缺之时 人体肌肉削减 经过亏许 为气沉浮等均是体表气血衰少 不能如氧形体的表现 月圆之时 气血充盈于肌表 则肌肉坚实 为气畅行 人体的气血胜衰节律 在女性则通过月经而表现出来 在治疗过程中 则需要根据天时而调气血 具体来说 就是在月出生时 不宜用泄法 月正元时 不宜用补法 月黑时不宜进行针刺 根据月相的变化来调理气血 在治疗中考虑到这一因素 在根据气血胜衰变化采取不同制法 将有利于提高疗效 原文 皇帝问曰 用真之符 必有法则焉 今何法何则 齐伯对曰 法天则地 何以天光 帝曰 愿足闻之 齐伯曰 凡次之法 毕后日月星辰 四十八正之气 气定乃次之 是顾天文日明 则人血闹夜而为气福 顾血一血 气一行 天寒日阴 则人血宁气而为气臣 月始生 则血气始经 为气始行 月锅满 则血气始 脊肉肩 月锅空 则肌肉茧 经落虚 为气去 行独居 是以阴天时而调血气也 是以天寒无次 天文无疑 月生无谢 月满无补 月锅空无智 时未得时而调之 阴天之虚 胜虚之时 遗光定位 正义而待之 古曰月生而谢 时未脏虚 月满而补 血气洋溢 若有流血 命曰重时 月锅空而至 是未乱经 阴阳相错 真血不别 尘以流止 外须内乱 银贤乃起 地曰 星辰八正和后 习博曰 星辰者 所以至日月之行也 八正者 所以后八风之虚 协以时至者也 次时者 所以分春秋 冬夏之气所在 以时调之也 八正之虚 协而必之物犯也 以身之虚 而逢天之虚 两虚相感 其气至谷 人则伤无脏 恭候久之 福能商也 不曰 天际不可不知也 帝曰 善 其法星辰者 于闻之矣 愿闻伐王古者 其博曰 伐王古者 先知真经也 焰于来经者 先知日之寒温 月之虚胜 以后弃之浮尘 而调之于身 观其力有焰也 关于明明者 言行弃荣 为之不行于外 而公主之之 以日之寒温 月之虚胜 四时弃之浮尘 参武相合而调之 功常先见之 然而不行于外 顾曰关于明明焰 通于无穷者 可以传于后世也 是故宫之所以意也 然而不行见于外 顾具不能见也 视之无形 常之无畏 顾为明明 若神仿佛 虚邪者 八正之虚邪气也 正邪者 身行若用力焊出 凑理开 逢虚风 其中仍也为 古莫之其情 莫见其行 上宫就其萌芽 以先见三不久后之弃 尽调不败而就之 古曰上宫 下宫就其已成 就其已败 就其已成者 言不知三不久后之相失 因病而败之也 知其所在者 知诊三不久后之病脉 处而知之 故曰守其门护焉 莫知其情而见邪行也 帝曰 余闻补谢 未得其意 其博曰 谢必用方 方者 以气方圣也 以月方满也 以日方温也 以身方令也 以西方系而内真 乃佛后其方系而转真 乃佛后其方呼而须引真 故曰谢必用方 其气乃行焉 补必用缘 缘者行也 行者已也 此必中其容 复以西派真也 故远宇方 非真也 故养神者 必知行之肥瘦 荣为血气之胜衰 血气者 人之神 不可不谨养 必曰 妙呼哉论也 和人行于阴阳四时 虚实之应 明明之期 其非夫子书能通知 然夫子书言行与神 何谓行 何谓神 愿祖闻之 其博曰 请言行 行呼行 目明明 问其所并 所知于经 惠然在前 按之不得 不知其情 故曰行 地曰 何谓神 其博曰 请言神 神呼神 而不闻 目明心开儿至先 惠然独语 口服能言 巨是独剑 是若昏 招人独鸣 若风吹云 故曰神 三不久后为之源 九真之论不必存也